长城内外设置组来到山海关 逛古城游走天下第一关 看今天的人们如何修缮古老长城 山海关第一道县关 了解山海关的闯关东文化 有一部分人是出过了山海关 有一部分人是在各个边逢往的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十三集 山海之间 正在播出 离开辽东长城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开始了寄镇长城的拍摄 寄镇长城的东起点 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 秦皇岛 南临渤海 北夷燕山 东街辽宇省葫芦岛市 西连河北省唐山市 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道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结束了明长城辽东段的拍摄 现在开始了寄镇长城的行程 寄镇长城是现存的明长城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 它严密的防御工事不仅增强了防御的功能 也使得这段长城看上去更加的雄伟壮观 我们现在来到了寄镇长城东面的起点 著名的山海关 它也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关 说起山海关 人对于它的认识往往是雄伟的官城 而实际上 山海关是一个以官城为核心 城池环绕的具有高度系统性的严密军事防御体系 山海关位于明长城寄镇与辽东镇的交界之处 是恶守华北东北地区咽喉的军事重镇 山海关镇山青海 房区所控的辽西走廊 是东北地区通向华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由此进入华北地区是最短且最遍及的路径 作为京师东面的门户所在 自古以来山海关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如今的山海关是一处游人如知的旅游圣地 来到这里我们邀请到一位特殊的向导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慧 为什么山海关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关 明代的修建长城的时候 最早修建的两边的关 东边就是山海关 西边的嘉宇关 两个雄关对峙 所以说在西边当中 行住一边的冰激下一个关 西边的嘉宇关 董耀慧是清荒岛人 三十一年前 他与童二从山海关出发 历史于508天 完成了长城徒步之旅 成为中国徒步长城第一人 我们现在在的这是一个关城 四千多米长的周长四千多米的一个关城 这个关城里头有各种技术设施 也有运用设施 也有这种雅锁 那么我们现在天下第一关是这座关城的东城门 现在我们是在东城门 东城门 它一共有四个城门 前面的那个是这个西城门 这边是南城门 这边是北城门 四个城门 然后那个中古楼呢 是中间 就是城的中心 对 城的中心 董老师告诉我们 关事局设置于交通要道 或战略要地的防御手续 主要用以控制交通贸易和军事防御 我们现在所在的天下第一关建楼 又叫镇东楼 两边就是万里长城的连接 向南到达老龙头 向北连接至角山 山海关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 山海关的墙体呢 比其他的地方的墙体 一般的地方的墙体 还要宽 特别是关城的这样一个墙体 因为它是要为比较大规模的 作战阵 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墙体 所以一般的地方的墙体 它要比它 它也就是山海关这样城墙的山之一 您说的这个城墙比较宽 也是它比较严密的一个防御攻势的系统之一 它还是需要嘛 它就是面对的正面战场的这个防御的需要 它关城的等级也比较高 因为它是冰部地 山海关古城渔关 明朝洪武十四年开始修建 明万历四十六年 后今努尔哈尺进攻辽东 明朝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在山海关设立山海镇 总兵府驻山海关城 最多是山海关屯兵十四万人 此后黄太极曾侮辱中原 因深知 山海关充分利用了辽西走廊的地理优势 不利于厚金骑兵的突击 故而每次都是绕山海关而过 到达京郊后 又因惧怕山海关的牵制 并没有贸然攻打北京城 明崇祯十七年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贵 龟顺多尔滚 清军从山海关长驱入关 入主中原 入关后 清朝对蒙古的联盟政策 使长城防御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自然没有必要大批臣兵 因此长城延信的军阵也逐步缩减 明代修建长城 最早修建长城 还是山海关到嘉宇关这一段 辽东长城要比山海关修建的晚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他修建的比较简单 因为他主要是后来防后金的时候 才起比较大的作用 这个时候后金起来了之后 他不断地在这个地区拉锯 就一会儿他攻进来这里拆了 然后他退出结完就开始修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修得比较简单 第三就是清入关之后 建立了清王朝之后 他把辽东这段长城 他就不再提了 因为防御他的 所以说他就在清代的史料 当中就开始出现了东起山海关西道嘉宇关的这个说法 那么最早呢是柳边鸡叶这本书 他不再提东边的这段长城了 山海关城楼共有城门四座 除了巡有天下第一关匾额的东门镇东楼外 还有面朝京城的银屋门 迎向大海的望阳门 以及威镇远方的微圆门 在东西城门之外 还各建一个小城 俗称旺城 是为了强化这个城门防御的 这个旺城的旺是不是就是旺中桌边的旺 京东方要想进攻这个主城门呢 他首先要打开来旺城门 他的部队进来以后呢 这四面都可以射杀进到城里的英军 真的就真是旺中桌边了 这个时候呢 你再想施展 他部队是冲打指向他 他就没有力量 进来多少人就吃了啥 在望城的外围 还有面积更大的罗城 除了加强防御的功能外 同时也是关城的一种外延 扩大了关城的面积 如今在东北 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还会沿用旧时 关里关外的说法 出了上海关呢就到关外了 进了上海关呢就到关里了 所以前面的欢西岭呢 就是说闯关东的这些人 中国人都讲回家过年嘛 闯关东这些人呢 他也也愿意这个 调整俱备的时候回家过年 特别是开进了之后 可以随便出路了之后 然后呢在回家的时候呢 要走很远的路 过了这个岭呢 高高的岭上以后呢 就能看到兄弟的下海滴关了 大家心生欢喜 那个岭就被欢喜了 那就是在闯关东的时候 山海关是一条必经之路 就必须要过来这一段 陆路的必经之路 如今随着旅游的开发 山海关已成为一个 北方旅游的热点目的地 每年能接待游客 三百万到五百万人 离开天下第一关建楼 只需要几分钟 东老师大力猛来到老龙头 老龙头是由入海石城 静入台 南海口关和城海楼组成 要想看到入海石城的全貌 城海楼是一处绝佳的观景平台 其实老龙头的车子的设计 它还是为了强化防御的需要 你看一楼前的城墙 是住着正向西 正向西的方向 这个又像这条天下 它是为了加强这样的一个角的 互相防御 比如你在这个位置 假如这个是一条直线的话 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没有办法去侧面防御这边的墙 它是让防御方更便于防守 从视线 视线也开过 你看这边墙 整个它由于它斜过来了以后 就整个裸落在我们的视线里里 是 如果它是直的呢 你就看一个条直面了 有人在这儿爬墙里面 知道怎么知道 相传 城海楼建于明初 最初只是一座亭子 名为光海亭 后来 随着入海石城 与静入一号敌台的建立 一座亭子显然不足以匹配 宁海城老龙头的巍峨 明万里39至43年 当时的山海关兵部主事 在关海亭的位置建起了城海楼 用名支圣楼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城海楼 在过去是一个什么作用的建筑 它在明朝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一个建楼 建楼呢 它就是那个 有 以墙体为主 然后呢 开开建窗 便于瞭望和设计 这建楼是 防御作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到清朝的时候呢 建什么阁楼 它就是一个 关海赏景的一个平台 文人雅士和这个 王公大臣 特别是清朝的皇上 每年回 沈阳去祭祀的时候 都要从 山海关库 都会在这庭留 对 见康熙啊 乾隆啊 乾隆四次登临 清朝 我们大城的 房景作诗 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山海关作为京东门户 依山滨海 自然形成的山海之势 与人工涉险的雄伟官城 相得一张 可谓山海之间 阴险至塞 这是整个万里长城 唯一一处拥抱大海的地方 告别大海之后呢 整个万里长城呢 穿山越岭呢 就直接顺着雁山 然后就向西 从这里开始 这个长城就绵延万里 伸向远方了 所以说呢 从历史上呢 就把万里长城 这条巨龙 入海的地方呢 成为老龙头 是不是我们在远处看 会更加的明显一下 就像是一个 它的一个龙头龙手 探入到这个大海当中 我们要鼓看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从远处 这样拍摄的时候 能看到这条长城 直接切入到海里 老龙头入海诗城 是七级光主事时期 为防止蒙古骑兵 趁退潮 或冬季枯水季节 从海边潜入 加强山海关的防御 而着手修建的 1961年3月4日 包括老龙头在内的 万里长城山海关 被国务院区定委 全国第一批 重点文物保护团围 如今我们看到的 老龙头入海诗城 是1984年 在遗址上进行复建的 这个呢 是84年的时候呢 在全国搞了一次 叫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应该说在长城 保护和利用 当时一次里程碑 当时的大核国家 领导人邓小平 西村军都为这个活动 提了死 当时上海 上海人 就是这个 为这个活动捐款 捐了70多万 整个70多万呢 全部就给了 就给了上海关 修建了老龙头 上海的捐款呢 占整个修建老龙头的 工程款的 80%以上 这其中最具创意的捐款 来自于南京路上 大名鼎鼎的上海第一百货 由于拥有中国百货商店中 第一步自动扶梯 很多外地游客 把它当作观光底标 以至于乘坐都要排队 为了不拥挤啊 就卖票 就是一毛钱 做一次滚梯 然后这个钱呢 百货也不要 就把这个钱呢 捐给修厂城 所以说 上海的这70多万 人民币 是80多万 是80多万人捐的 其中就包括了 一毛一毛的 众志长城 可以说是这次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 最形象的表达 30年过去了 那些曾参与 共筑长城的人们 他们有的年事已高 又或是无从查找 但就像关外的黑土 其实早已与长城 融为了议题一样 这些模糊的当事人 也早已与上海关 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走访中国最大的长城主题 博物馆 这是用生命在验收 原材料 原规格 原工艺 修复长城 要用怎样的标准 把风墙高高碍 就完全按照它保留的 那个现状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十三集 山海之间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长城内外设置组 继续山海关的行程 听董老师介绍 目前以长城为主题的规模 较大的博物馆 共有三座 在古城中 就有一座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 是中国最大的 长城主题 博物馆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 建于1991年 占地1.21公顷 陈列面积3600平方米 分为万里长城 和山海关两部分 共展出文物 1100多件 在这里陈列的 都是修建长城的时候 所用的砖石是吗 对 这是修建长城的砖 长城的砖 就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形状 就是它的形状都不一样 对 这种方砖是漫面的 这个墙面 现在这种大城砖 那是砌强的 你看这个砖 上都有文字 这个橱柜展示的 叫文字砖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就是 什么年代 你看这万历 万历三年 宝和营造 就是说它是 在长城修建的时候 它主要是部队修建的 那在这样一个修建过程当中 它不同的地段 它要用这样的一个文字砖 标识出来 其实相当于责任 也相当于这个历史记录 城砖是中国长城 尤其是名长城最具代表性的建材 长城涌砖分为气墙涌砖和特殊涌砖两类 常见的气墙用砖都是条砖 海满砖 我们现在看到的自模一门砖较为少见 一般只出现在济镇长城 是重要的长城建筑文物 这种在砖砖的砖砖《砖砖》 这种在砖砖砖前 就在砖砖上以印模标示出铸城单位纪念份 用作讲成的证据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石夯 这个夯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 它是两边是用砖或石头包弃的 中间是黄土夯住的 一尺大三寸 一尺高的土 然后这块夯成三寸 就是拿这个夯石 这个夯到三寸 先这种夯是打大面的 就是四个人 四个人悠起来 石头啪落下来 悠起来又落下来 先这种小夯就是一个人拿的 上头有个棍 因为这种大夯 它只能是打大面 要有边边角角 或者是这个几个夯之间 衔接的那个边角 要用这个小夯去打 这种小夯是打小面 古代人民在建造长城时 多旧地取材 但特殊时期也有特殊要求 由黏土 河沙 石灰按照一定比例 调成的三河土 被称作中国混凝土 在很多重要地段 都是以三河土完成的 连着夯土墙建完了以后 它为了验证 这个墙起是否坚果 连着这些土完成 石灰多时期的一个城 完全由黄土夯住的 也就是它这一层一层就夯出来的 夯存 留下来的夯存 打实了一层 然后再填上一层土再打 当时为了验证这个墙是否坚果 怎么验证呢 就是让弓箭手再规定一个距离 然后让弓箭手把箭去射到这个墙 如果这个箭能射到墙上 就证明这个夯口墙不够坚固 就把这个施工的人杀掉 因为你墙修的不坚固 如果这个箭没有射进墙上 就说明这个弓箭手力度不够大 所以说要杀掉 所以说能怎么办呢 那就是它就在修箭的时候 修箭的人就一定要把它箭得非常坚固 让它射不进去 那个弓箭手在验收的时候 一定要想法射进去 否则就是用生命在验收这个城 董老师告诉我们 从老龙头到山海关 目前有三段长城 正在进行保护性修复 离开山海关博物馆 董老师带领我们来到距离老龙头 最近一处长城 我们现在是在老龙头的北边 非常近 这么一百多米的地方 这个地方 那个是铁门关 铁门关就是那边的门洞 在没修之前 长城就这样了 有浮土把它盖着 上头的夯土砖都已经没了 就是夯土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原来的遗址了 对 那么现在呢 这是国家文武局批准的工程 现在河北省文武局在施工 在做 就是把这个最大限度的 把原来的这些石头墙和砖墙都保存下来 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地方 现在砌起来 现在正在施工 那现在这段墙体 其实是和那个 是连在一起的 那到时候把它施工好了之后 施工好了以后呢 这个整个山一罐长城这块就能 连成完全连成一体了 董老师介绍说 长城的保护性修复工作程序非常复杂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段 是目前修复的三段中最长的一段 有530米 老哥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打扰了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修复长城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系列部 是平内涵的 内涵这个被里面了 哦 这里边我看这中间呢 中间这是拿夯土 夯土做出来了 对啊 这是夯土 啊 就是说 根据过去的那个 过去的人工厂 现在咱们也是防护的过去 蒋铁力今年52岁 是秦皇岛本地人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做瓦匠 2007年开始接触古建筑修缠 除了施工人员 要经过严格培训 所有的设计施工单位 都是一级资质 专门承接古建筑项目的单位 长城修复 需要遵循原材料 原规格 原工艺的原则 所用的青砖 有七八种规格 来自天津寄宪的砖药 全部采用手工驼皮 人工烧制的传统工艺 那在监工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严格 这个严格 你看现在来说 就是说这个都是石灰钢 就一程一程 不完了吧 咱就生死灰 现在那个统领还冒气 是看到了那边统领 就得热我气 我们灌江一程 就把这监管 那其实这也是个古法 对 如今蒋铁力和他的工友们 在铁门关 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首先咱们干的一个 比较自豪一些 比较有自豪感 有光荣感 对历史来说 就是说 家主位传下来的东西 修好呢 把它修复好 给游客了 或者是外国有人了 上来这看来呢 观看来 就是一个那个啥 就是有一个影响 蒋铁力告诉我们 施工队有50人左右 按照进度 预计在2016年7月 这段长城就会全部维修完毕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下面的砖就是过去的老的砖 是吧 下面的墙呢 就是明代的城墙了 上面那个是最近维修新修上的 老城墙呢 它作为一个文物 它的这个存量完全的保留下来了 你看它你看它你看这个高高矮矮的 老城墙高高矮矮的 就完全按照它保留的那个现有的现状 一块砖都不动 一块砖都不动 董老师说 对长城进行保护性修复很重要 风吹雨淋 会加速加剧 残损腔体的继续损坏 通过修复 才能使它们稳定的更好的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城 这个小城就是这边的吗 就是从这看来你看这是过去的还是现在新的 现在这个墙全都是明代的 但是在清理这个遗址之前的这些都埋在图里 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有这个城 文献上也没有记载这个城 也没有任何的地面也没有任何的遗址遗迹 你看原来土这么高 就是已经是这个土把它都盖住了 已经把它盖住了 在这边施工的过程当中 因为挖土了 所以说又把这个土清走的时候呢 对 最强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呢 就要停下来呢 去根据新发现的情况呢 去修改设计方法 所以说非常的严谨 董老师近年59岁 从事长城的研究工作 已经有30年的时间 31年前 作为清风岛市电野局的一名外线职工 工作时 他经常爬山会看到长城 那个时候就是想呢 就是长城当时是分段修建的嘛 肯定在历史上分段修建 分段守卫 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头就走过 就是长城上从来没有个完整的人类的足迹 那像从东到西 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迹是我的 想想这个事非常兴奋 就下集心要做这个事 另外呢 就是如果能把这个年代长城保存的状况 给记录下来 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有了这样的打算 年轻的董耀会 与另外两名同学 开始了近两年的准备 主要的工作还是查阅文献 就是长城是在什么时候修建的 有什么人修建的 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你说都没有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一些资料 可以资料 所以我们查长城沿线的周史建制 查这个就是明史 明宗建大明古之皇宗建什么 就是都是明朝的一些史料 然后呢 做这种积累 戴上一台海鸥相机 望远镜 直北针 以及简单的衣物 三名年轻人 开始了为期508天的长城徒步考察之旅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祥岛 就是我们住在这个村子 然后这个村子呢 这个第二天呢 有一个祥岛陪着我们走一天 然后他再跟我们在下一个村 再住一晚第二天他回去 然后再找一个 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天都有一个祥岛 这个农村的祥岛呢 不管多天远的地方 其实山里头都有小路 只是呢 你外人可能不了解 但是农村人呢 他就在这独自微微点生活 他对外头的世界不了解 单纯他家门口的那个 所有的路啊 水啊 完全都非常了解 这一路交了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 很多的人 很多的朋友呢 我们现在一直还有联系 还有去看看他们吗 有啊 有时候到长城沿线去的时候 我就到这些老城去看 我那个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到这个福宁县的 呃 建林口去 我们还去 啊 这是 这是我们当时的 因为老奶奶 对对对 您当时路过的时候 住在他们家 对住在他们家 然后我们到那的时候 一说还记得非常清楚呢 就说哎呀 就说你们是这个 从这个东标山上下来的 我给你们做的淑米粥 就是给我们做的那个高粮米粥 嗯 老奶奶现在80多岁 那时候其实才50多岁 哇 哇 非常好 真的笑得特别的开心 发自内心的 是 然后我们 长期奔走在长城沿线的东老师 对生活在长城脚下 人们的生活状态 有着更为准确的认识 这也促使他这些年来 除了保护科研工作之外 做的更多的是 宣传推广长城的工作 以及如何将长城 在保护的前提下 更好地利用起来 其实长城呢 长城呢 已经是我生命的 一部分 但是呢 这种生命的一部分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我们就他就没有了那份继续 就好像回家 是吧 你家里头特别的好 特别的优雅 是吧 特别的好 但你也不会每天 记动站在门口 记动半个小时再进去 因为你回家很正常 但是呢 如果你要出去了很长时间 没回家 你就会思念家 你就会想家 那么有的时候呢 也是面对着各种困难 面对着各种矛盾 各种自己的压力的时候 有时候呢 有时候也静静的自己跑到一个偏低的长城 去坐上半天 然后呢 就能让自己进去 山海关第一道县关 了解山海关的闯关东文化 有一部分人是出过了山海关 有一部分人呢 是在各个边境的困难为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十三集 山海之间正在播出 从北部长城边防来看 燕山山脉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西起巴达岭 东至山海关一带 燕山山脉大致呈东西走向 长城就是沿着燕山的走向修筑的 而燕山山脉一带的水系 却都是与山市走向相交 于是切出很多爱口 他们称为跨越燕山山脉的要道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驱车半个小时 来到了位于山海关东北部 山海关长城十座关崖之一的三道关 你看下边的是第一道 中间第二道 再往里边去第三道 这道长城是山海关到嘉义关的 长城县的主长城 是个主长城 咱这是一个特殊关口 要设三道关来守卫的一个地方 三道关是距离山海关 最近一处先关 为防止山海关被抄后路 特意在两次的悬崖上修建了三道关 进行防守 真要有敌人攻城的时候 守军可以退到山上 退到顺着长城 退到巡派上 然后可以放开这个三道关 让敌军呢 一到长城阵往里走 这就等于一个瓮中捉鳖的一个含义 三道关山高谷深 峡谷两岸 崖壁陡峭 长城在这里巨险而步 气力在陡峭的崖壁上 气势十分壮观 那像这样三道关的一个防御的攻势 在长城当中多建吗 据我们了解在长城上面不多建 这样的地名呢也不是很多 所以山海关呢这是独有的 是为了守山海关的后路 三道关长城由上极下落差非常大 有些地方最高可以达到70度 第一道关由于在山谷比较低的地方 相对保存不是特别完好 而第二道第三道关 看起来依然是气势如虹 我发现这一块真的就是悬崖峭壁 几乎就是90度垂直的 所以说当时建的时候也是 它从这边绕上去建的吧 它是插着后面比较平缓 如果遇到了悬崖峭壁 干脆就不修墙 把一段越过去也一样 也有这样的地方 其实这一块我看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山险墙 为什么在上面还会建一些 它为了保证长城的连贯性 因为这一块呢实际上是长城的门面 当我们认为是这么认为的 您看前面是海 这是山 就是八公里的孔道到山海关 那么当外帆的军队 人员到山海关还没进山海关的时候 它就会看出了一条墙 有个震慑的 而且墙上的金旗招展 有兵把手 这样的话呢 它没到关门下 它已经就有一种震慑和威严了 虽然路途并不远 但走在这样角度很大的碎石路上 还是非常吃力 我们不禁感叹 在这样险峻的山谷中修筑长城 难度也是可想而知 经过二十分钟的奋力攀爬 我们来到了第三岛关的墙体 哇 这就到了 到了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 三岛关长城的主墙体上的 对 这是主墙 真的是 来到这我发现 颠覆了我们日常对这个长城的一个印象 它完全是 并不是拿非常规整的砖石建筑的 全是你看 像这样的小碎石头拼接而成的 这段长城为快石垒气 墙高4.7米 宽2米 总长度为468米 内外墙体以白灰浆气灶 底台以成砖气柱 我们还能往前走一点吗 还可以走 还可以走 我们小心一点 其实你看 这边和我们在平地上面看到的长城 看起来它的这个墙体是窄了很多很多 这大概的宽度也就只有2米多 再往前走 它建在比较陡峭的悬崖上的时候 这个墙体也就不到半米了 对 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 它建在那为什么这么窄呢 其实它天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屏障了 这实际上长城到这里就是一种象征 一种精神的象征了 龙的气势不能断 另外让人看到是一种一个完整的墙 是一个完整的精神 站在第三道观的城墙上向远处眺望 几条蜿蜿的城墙尽收眼底 三观由低而高 层层向上 大有一夫当观 万夫莫开的阵势 然后我发现它的这个墙体的高度 好像是在比平地上的长城要还要高一些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平地上的舵口一般的这么高就差不多了 它高的一部分呢 在这块资源这么匮乏 要建这么高 它实际上还是一种震慑 因为你从山下很低的地方 你看到上边 如果它要建成这么高 它就不显眼了 它一定要让它显示出来 我这块是用于作战的这么一个工具 这样的话呢 它有一种威慑和震慑力 使得这段长城是更加的雄伟 能够致使用的敌人 对 震慑的敌人 实际上这段长城是没有地基的 墙体直接建在山脊上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石灰漆面仍然还在 没有错位 坚固如初 除了作为坚固的军事防御 这里还是闯关东的必经之路 沙海关铁皮高墙是非常不容易过去的 但是沙海关附近还有十个关口 都跟沙海关有关 所以有一部分人是出过了沙海关 有一部分人是在各个边口往外吐 所以这样的话 有的过不去关的 要想办法去 就只能绕到山道关 绕到九门口 绕到角山关 绕到汉门关 还有冲了各个关口要出去 所以这样的话 这闯关东就是一部民族大迁徙 关内关外民族文化大融合 实际上也是闯关东的一部取代 咱们旁边有一个小山村 叫山道关村 就在这个山道关村附近 在 离这也就是两公里 它有三十多户人 最早它是守城的人 在这块居住的家属 后来闯关东的人又留到这里 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小山村 那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所住的这些老百姓 都是当时闯关东 或者是守兵他们的后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 它是原子原味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大变化 是陈峰的山里边 像这古长城一样 非常古朴的一个小村落 那就离这不远 对 好 跟随刘老师 我们来到了这个长城脚下 因关德敏的小山村 三岛关村面积不大 只有七十多口人 大部分为守军后裔 以及闯关东后代 如今依托着长城 村里很多人家都开启了农家乐 来老栗 老栗在家吗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当年山东人到这留下 老栗老哥 栗大哥您好 我们是远方家拦不足的 刘老师带我们来到的这户人家姓丽 他告诉我们 一共就过来两个老哥仨 老哥仨 对 当然挑着担子过来的 老人这么传下来的 就是我们知道就这么些 就是因为那时候东西很多 都比较困难 逃难那边来 就挑着一个担子 老哥仨还一块过来的 是从山东 从山东过来的 山东什么地方 立家窝棚 立行家族来到三岛关 已经有时期待 而这个立家窝棚具体在哪 至今也是说不清了 关内十里打尖 关外十里跑半天 这就是当时关里关外的真实谢照 据传 与立姓祖先一样 许许多多闯关东的人 都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能够去到关外 进到这里 相较自己的家乡 也是地广人兮 就选择留了下来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挺好 他呢实际上也是闯关东的后裔 他父亲呢 那个时候家里边呢 就是不管在多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木头箱呢 不让他碰 木箱呢 木箱呢 里边他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有一天那父亲身体不好了 就把这道的跟前 把木的箱打开 里边是一块破石头的破墨 是一角 是那个石墨的一角 对 他父亲就跟他说了 他说我现在不行了 他说咱们家主上啊 是三只 是走到沙海关的 那两只继续往东走 我当时呢 就咱们家这只就留在这了 但是老老年人呢 老祖宗说的 说当时呢 从这块把一个木 找成三瓣 一间分一瓣 若干年以后呢 要到这重聚山海关 说这个木你一定要收好 说到了多年以后 人家那两个人 要拿着木来了之后 到咱那对不上咱这个木 你对不起祖宗 这块三分之一的石墨吧 可以说当时就是 闯关东留学的一个见证 丽国财今年39岁 是土生土长的三道官人 可以说是在长城上长大的 说起长城 之前沉默寡言的他 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起来 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大马路 就是走小道上 全是走的山路 六七岁七八岁爬着城长 很容易 几分钟可能就上去了 用立国财的话说 家门口的长城 闭着眼睛他也能找到 凭借着对长城的了解 在经营农家乐的同时 他还做起了向导的工作 他们对于长城 看了长城爬了长城之后 他们什么感觉 给您反馈的 还好 跟我说了 太好了 下回把我们那帮朋友全带这来 因为咱们生在长城脚下很近 我们对长城太熟悉了 挺感谢老祖宗说实在的 给咱们遗留到这 给人治点腹 到现在感觉小时候不太履乎 现在感觉了 哎 有位长城 你是国内外的朋友上 上这玩来了 肯定给人也带来不少创收 从立国财 朴实憨厚的脸上 我们还能找到几丝 山东人的痕迹 他告诉我们 对于祖辈的故事 他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在一般人眼中 长城也许是灰色的 是冰冷的 而在当地人心里 长城却是暖暖的人情味 是带给人们希望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